為了三六里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週末呢雖然是好天氣 但是空氣品質不大好 請大家多留意了 越往南越差 那週日晚上開始 另外一波封面開始前院會接近到台灣 所以開始會連轉變從北到南 那下週一到三中部以北呢 大概就會轉為濕涼有雨的天氣 請大家多留意了 那下週四開始才會慢慢的緩和 天氣轉為穩定 但是事實上在三月中之前 可能都有好幾波的影響 那這波呢其實好天氣 各位可以看 卻沒有好空氣 越往南空氣品質越糟糕 特別是高雄呢 今天很多地方應該能見度都很差 它的PM2.5呢 都將近70上下 請大家留意一下 PM2.5高 這個PM10也高 各種的污染濃度都相對的比較高 這是大氣非常穩定 境外跟境內合在一起的一個結果 那整個環境來說的話 都是吹的偏南風 所以相對之下就變得很穩定的一個大氣環境的條件 那北部呢 雲量比較多 東半部雲量也比較多 那未來呢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實慢慢有雲系在中國南方這邊發展 後面呢也有冷空氣開始南下 不過這波冷空氣不會那麼的強 那這波呢 溫度也會下滑 會變得比較濕冷 中部以北會比較多有一些這個雨勢 所以請大家留意這波的變化 這波呢大概禮拜四之後就會慢慢的緩回溫 但是接下來呢 還是有雲系 各位可以看 在這邊發展 這個時候 它的預測的變動度 空間可能就很大 所以請大家隨時更新一下氣象資訊 那大致上呢 在下禮拜 預期呢 也有一些冷空氣 往南清 但是至少呢 不會像上禮拜前幾天 這樣的這個大幅度的一個降溫 請大家留意一下 會還是會有十三十度 會讓你有一點溼涼的感覺 要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來就慢慢的緩回溫 那這兩天呢 其實北部呢 還是比較陰沉 但是預計禮拜天有一點空檔 出現陽光的時候 請大家好好把握趕快賽起衣物 接下來呢 東半部 各位可以看 禮拜天 禮拜一開始就 北部就有點變化了 東半部雨量也比較多 這個就典型東北風 加上春天 封面的這個態勢 南部來說的話是比較穩定 要下雨機會呢 比較難 但是可能還是會比較陰沉一點點 所以下禮拜一到三 對台灣而言 天氣變化是比較大的 請大家留意 那到了禮拜四五之後 就慢慢慢慢開始變 還是東北風 但是各位可以看 風向開始從這個 東北風慢慢慢慢開始 雖晚變成東風 東風出現 那東半部雨量就會變得比較多 所以最近的天氣呢 變化的這個幅度 反差落差是還蠻大的 這個北風到東風到東南風到南風都有 所以在一個禮拜內就會完成很多件事情 請大家有時候真的要關心一下氣象資訊 那這兩天呢 禮拜天 東半部雨量比較多 天氣基本上是晴朗的 西半部晴朗的 禮拜天晚上到禮拜一的時候 就各位可以看 就是北部開始就有些雨勢 降雨的區域會明顯增加 南部來說的話應該是雨量比較多 然後禮拜二禮拜三 最主要會下雨的時候 你看越往北部雨量越多 連中部都有機會會下雨 那另外到禮拜三之後就剩下北部的影響 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 未來這幾天的變化 禮拜二禮拜三這個降雨量呢 可能就會濕濕冷的感覺會很明顯 那禮拜六晚上的天氣呢 大致上各位可以好好的珍惜 最近的天氣 西半部是比較晴朗的 溫度也大幅度回溫 但是空氣品質比較差 越往南越差 那禮拜天呢 各地都會轉晴 白天請大家好好掌握 北部可以到25度 中南部可以到267度的溫度 屏東可以到28度 請大家好好掌握最近算是很舒服 不過東半部呢 雲量比較多 偶有一些短暗陣雨要稍微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威樂360 我們明天見